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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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他变成了心腹之患 可是文太师刚刚派人去西齐打探过 那西齐并没有造反的意图 大王 这西伯侯要造反 肯定是处心积虑地隐藏自己的意图 再说 文太师派去的那几个人来去匆匆不过才数天 哪像我们的国师在那里隐藏了许久 所有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的 回离平大王 微臣已经打听清楚了 那吉昌正在招先纳事 很多人都去投靠他 连江子牙也投奔他了 吉昌算什么东西 这个老公死的 国王明天就派兵灭了他的西齐 只是这文太师刚刚搬世回朝 国王不想他太劳累了 应该派谁去呢 这还不简单吗 大王 建造露台的崇侯虎 崇侯虎身为北伯侯 均力雄厚又有能力 我看你就派崇侯虎去攻打西齐吧 派崇侯虎 派崇侯虎倒是没什么困难 只是这江子牙他会幽数 万一我军陷入他的妖术之中 那就 大王放心 我玉庆曾经跟仙人学过法术 而且大王这边就是天子之师 只要我们贴出宝文 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奇人异士 来投靠我们的 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怕江子牙了 爱妃说得对 就按你说的办 来人 在 马上去召集朝中重臣 孤王要发兵攻打西齐 诺 侯爷 启禀侯爷 昭歌方面传来消息 那昏君已派崇侯虎带兵来攻打我们了 什么 什么 侯爷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侯爷 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应战了 虽然咱们西齐粮草充足 兵力充沛 可是 若贸然应战 那岂不成了叛国大罪了吗 侯爷 如今昏君荒淫无道 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 如果侯爷真的为天下苍生着想 你就应该讨伐昏君 再说了 不依考验是被昏君杀害 难道我们还要忍气吞声吗 是啊 侯爷 如果我们以昏君残害忠良为由 而起义的话 那我们是出师有名啊 这 爹 二公子 凯儿 爹 听说昭哥已派大军前来 不错 爹 那昏君是派谁带兵攻打我们的 是崇侯虎 哦 北伯侯 崇侯虎 是 那崇侯虎他天生骁勇善战 大王曾多次派他出征 皆大获全胜 哎 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啊 爹 您打算派谁去应战 这 这也是为父所担心的地方啊 爹 您不用担心 孩儿 愿意应战 善儿 凡儿你 莫凤你有什么把握 是 凡儿 我娘已经失去博弈口 你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啊 娘 爹 爹 二位放心 如今江先生已经教了我一些法术 而且 孩儿也得到了一件神兵 黄月 孩儿的武功 跟以前 也完全不一样了 请爹 让孩儿出战吧 哦 真的吗 真的 好 凡儿 那就由你领兵去应战 遵命 真可怜 要不要吃东西 吃东西吧 来 你看 饭 多吃点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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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 师母啊 您的嘴啊 不仅装着可以吊块猪肉 而且 还可以 折玉� energized 鱼果你个头啊 问你呢 你师父呢 我怎么知道啊 对了 师母 您刚不是跟师父一块出去的吗 那不是被赶回来了吗 赶回来 为什么 就你多嘴 我这个笑话 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跟我说什么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可是他这个鱼钩是直钩 又不是弯钩 怎么能钓到鱼呢 既然江先生这么做 估计他有他的用意 他什么用意啊 他脑子就是有病 谁在我的背后说我的坏话呢 江先生 江先生 相公 师父 相公 你回来了 相公 你是不是在菜场买的鱼啊 当然不是了 是我刚刚钓回来的 怎么可能 你的鱼钩是直钩又不是弯钩 怎么可能会钓到鱼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愿者上钩 愿者上钩 只要是愿者呢 他一定会上钩的 这就是我刚刚钓回来的 大娘 请麻烦你帮我们煮一下 不用客气 那我拿进去了 对了 五级 怎么着 师父 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 眼皮一直在跳 我就算了一下 出了个大问题 大 大问题 大爷 大王要派兵 攻打西齐 啊 大王要攻打西齐啊 应该不会吧 奇怪 姐夫 怎么好像你走到哪儿 是非就跟到哪儿啊 这个确心眼的混君 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冤仇啊 他妈妈每次都要跟你过不去呢 难道你跟他有仇吗 哎 你走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 是不是 他一定要把你杀死才罢手啊 他不只是要杀了我 还想要杀了西伯侯父子俩 啊 师父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五级 嗯 我能不能拜托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嗯 做件事情啊 嗯 一个人 对 就你一个人 啊 哪 哪吒他们呢 哪吒我还有别的事情 安排他去做呢 行 一个人 就一个人 好 前半 哎呀 什么意思啊 嗯 但我是空气啊 瞧不起人是不是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做 哎 夫人哪 我们怎么会把你当成空气呢 哼 只是 你知道吗 你是个女人 什么什么什么女人哪 我告诉你 不仅我去 嗯 嗯 我还要带着小妹一起去呢 嗯 你确定真的要跟小妹一起去吗 当然了 姐夫 你放心吧 你交代的任务啊 我们俩一定可以完成的 嗯 那你们真的不后悔 不后悔 嗯 好吧 你们都靠过来 我跟你们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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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公子请看 我们在这里路阵 然后从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打进去 奇怪 这虫口虎既然都已经来了 为何驻军三十里外 不敢靠近呢 公子放心 探子已去打探 相信很快就会回报的 报 禀公子 怎么样 敌英目前还没有动静 还是没有动静 再探 诺 诺 奇怪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动静 难道 其中 有诈 刘兼国师 于妃娘娘 免礼 崇毫虎 对方可有动静 回娘娘的话 对方出城安阳尚没有动静 嗯 崇毫虎 我要的东西您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先都按照国师你的吩咐做了 很好 姬城 江子牙 你们根本想不到 我会因祸得福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现在身上不仅有了道手 还有了妖法 江子牙 你们再见面的话 我绝不可能饶你 好 真是奇怪了 为什么在这里安营扎寨这么长时间 敌方不进攻 一点动静都没有 啊 这是为什么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的粮草 肯定不够 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哪 这真是让人难以重啊 好 齐 可以 不要 恐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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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齐 今天就是你 灭亡的时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声音 公子 公子 我每人不知道怎么了 本身齐咬男人 不停地在挠自己 不停地流着血 已经好多人都死了 有这种事情 好痒啊 好痒啊 你的脸 我的脸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好痒啊 这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医生 这军军是怎么回事 明晨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 本来大会睡得很安详 可 可谁想到到了后半夜 全军僵士都说自己身体和脸很痒 拼命地挠我 结果 结果全军僵士都不开一样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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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救我公子 公子不可 救我公子 为何 小心 怕是会传染的 传染 这 爹见我带兵出来的时候 还再三主入了 不如骚扰百姓 照顾好全军将士 可从今 大军尚未出征 就 将士们就一个一个病倒了 这叫我们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公子 这会不会是重后他们用了妖法 用妖法 那怎么办 他们要是用了妖法的话 我军怕是无法抵抗你 这个下去可不行 医生 微臣在 速速禀告我爹 在西齐城内张贴绑温 并在城内广招待死 看看有没有人 可以治好这些将士的怪兵 微臣知道了 微臣这就去禀告侯爷 并张贴绑温 速军遵病 速军遵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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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小手老小手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同去交友 白云游游 阳光柔柔 青山比水一天尽休 师母 你什么态度啊 什么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啊 我就是这个态度 你怪我什么态度啊 别想圆圣记 相公 也以为他派我来 做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老师 搞了个半天 就是到山山来找什么破草 学什么神龙式 长白草 什么狗屁嘛 马姐啊 姐夫这么做 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 你就不要再发牢骚了 对啊 有什么用意啊 他有什么用意啊 把我们叫出来 去吃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草 我们又不是牛 我们又不是马 去尝什么呀 最可气的是啊 把小妹也给连累进来了嘛 马姐 没关系的呀 我觉得可以出来做点事情 我就很开心啦 最重要的是 我有五级 陪我 不是吗 我感觉就好像是我们两个手牵着手 一同去加油 小妹 你这 小妹 你这 师母 你看你这小妹多好 不过师母啊 您先别急啊 我来帮你 来 小心 你看 这上面 这什么啊 这什么啊 全是师傅 让我们找的这些草药的图画跟名字 所以啊 只要我们按照这个上面的图画跟名字去找 找到了就可以了 我想啊 师傅让我们找这些草药 肯定是有它的作用的 有个屁作用 有什么作用啊 你想啊 你想有什么作用 那 我也不知道 你看啊 你不是也不知道吗 那你还看个屁呀 真是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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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你以为我不识字 知道什么叫字吗 马姐 你不是也不识字吗 看什么看 浪费时间 咱们到这上面的图画去找不就好了吗 还有啊 姐夫不是让我们几个赶快去找草药吗 赶快去找吧 不急 我们走吧 走啦 咱们找找啊 来 好 看看这里 这边这么大 怎么找啊 怎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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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下边下边 喂喂喂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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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看 这个跟这个 长得像不像 好像 真的挺像的 伍奇啊 你要不要先尝尝 好 好好好 怎么样 你看 怎么 怎么了 小妈 一个 你看他的脸啊 这 酒 鹊 儿子 干 你 到底怎么了 嘛 你憋之 这个 样子 他 满脸都是红绑 哈 好 好像有麻子似的 我脸上长了好多红绑 哦 呵 是啊 Millie innerhalb 这就对了 耶 rid 叫做天麻草 这上面说啊 吃了天麻草以后 脸上会长红斑 而且这个天麻草啊 是个很好的解毒药 有这么大的作用 这上面还说 过一段时间 红斑会自动消除 你们看 还有吗 真的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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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了 我要去找 我也要去找 这 这 这什么 就什么草 什么草 天麻草 天麻草 我去找 天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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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这个怎么样 帮我看看像不像啊 好像是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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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特别像 我特别像 真的 那 那你赶快吃一下 我吃一个 快尝尝 快点 怎么样 怎么样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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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轨啊 师傅 你的舌头好长啊 好长 怎么 怎么这么长啊 师傅 您这是让我们见识到了 见识到什么 见识版的长生虎 长生虎 长生虎就是我 我就是长 你这个四五级 你看我怎么打死你 长生虎 你怎么打死你 停 停 不要再闹了 我们还有七种草药没找到呢 现在姐夫肯定很着急地要用的 对对对 赶快去找吧 去找 姐姐 走吧 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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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真是要挟作祟的话 恐怕没有一个大夫能至此病症 这 侯爷 我看我们还是先贴出告示 说不定 法尔之前去找那位江先生 他会看到告示 前来帮助我们一味可知啊 夫人说得是啊 医生 微臣在 就找这样子 赶快去办 诺 你也不想贴出于厨离 书 你不想贴出 today 过去找我 那就紧了 洗完之后拿去晒干 马上就去啊 赵弟 一会儿小妹洗好了 你跟五金两个护则 把所有草药捣碎 并捣成药壶 为什么 我要做成药丸 怎么这么麻烦啊 这到底做什么的呀 我要救人 救人 救什么人啊 笨死了 当然是救需要帮助的人啦 而且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很多人啊 相公 发生什么事情啦 有人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威蚁 威蚁 没错 要是我不赶紧去帮他们的话 恐怕整个习习都会被牵连到 师母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师母 咱们得赶紧去帮忙啊 好了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师叔 可是内心要玩到底要怎么做呢 哎 师叔 我已经从女娲妙中 假香炉灰 娶回来了 太好了 哎呀 我的宝贝哪吵 走得这么远的路累不累啊 啊 师叔母 您忘了 我脚下有风火轮 怎么会累呢 哎呦 你看我差点忘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哎 师父 这个香炉灰是干什么用的啊 对啊 因为这场瘟疫因妖术而生 名为温皇镇 以一般的办法来制作药丸 是不管用的 所以我特意借女娲娘娘之力 再配上你们的草药 提炼成药丸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哦 对了 你们三个过来一下 哦 听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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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郭氏 嗯 没想到你的阵法如此厉害 探子回报 说激发他们的军队 全部中了瘟疫 这下我们不用动一兵一组 这可让他们全军覆没了 这个阵法可不是普通的阵法 就算有神医来也无能为力了 展望国师 你这阵法叫什么阵 就有如此厉害的瘟疫啊 此阵叫温皇阵 这就是传说中的温皇阵 相传这是结教独有的厉害阵法 是啊 没想到元帅也知道这个阵 王二弟虫黑虎常年在外云游 曾习的一些艺术 记得他曾经跟我提过这温皇阵 说此阵一出任对方有多少兵马 都再见难逃啊 国师法力高强下官在此 敬国师和玉妃娘娘 来 启禀娘娘 不是元帅 什么事 我们派去的军队 在离西齐军营不到六里地的地方 突然狂风大作 无人可以靠近 无人能逾越雷池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情 莫非在西齐的军队也有齐人 推下去 诺 公报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肯定是江子牙 已经插手此事了 那我们 不要担心 暂时 我们按兵不动 他们都已经得了瘟疫 这瘟疫一传十十传百 等他们都染上瘟疫之后 西齐无人幸免 就算我们不进过 到那个时候 整个西齐 肯定也会失衡遍野 这样太好了 那我们就坐着等 看着他们全城灭亡 元帅 先给士兵下令 让他们保持戒备 不得轻举妄动 看三天之后 西齐有多少人能活着 下官遵命 江子牙 若真是你的话 我绝不饶你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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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 清清接到了国师的千里传音 国师说 他已经在西齐那边 布下了温皇阵 而现在西齐的所有兵士 都已经得了瘟疫 相信不用多少时日 我军就能不费一兵一卒 战胜班师回朝了 好 真的吗 嗯 那这是大快人心哪 大王鸿福齐天 谁要是敢惹大王 就是要和天作对 他们都是自找死路 不说得好 王后说得好 既然我军即将得胜 现在我就命人去准备一些韭菜 我们来庆祝一下 好啊 快去快回 嗯 好 这次国师算立了大功了 嘿嘿嘿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都帮帮忙 寻找一下有没有大夫啊 睡睡觉是什么样的大夫来治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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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怕 哎哟 哎哟 妈咋怎么回事 哎哟 你怎么回事啊 这个人干吗呀 这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告示 我不识字啊 老夫人 你不识字 那你看什么呢 我看哪 这块布跟我家的窗帘特别相似 我家的窗帘啊 烂烂一个洞 我觉得啊 刚好可以拿去补一下 你 你大胆 你怎敢 怎敢乱死告示 什么 告示 干吗用的呀 这是要寻找治此怪病大夫的告示 你 治怪病嘛 您找老身 我就对了 你说是不是啊 医生 你认识不乖 我当然认识你了 我是谁呀 我是百草仙姑 百草仙姑 我们家呀 种满了百草 你知不知道 上古有个神龙氏啊 当然知道了 我 就是神龙氏的后裔 我天天呐 长白草 瞧我这舌头 都已经成了 这么宽了 这 这 这跟治病有什么关系啊 这 这跟治病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啦 有什么关系啊 不怪呢 我尝过那么多的草 就没有一种草 是我不知道的 这么厉害啊 所以要治怪病啊 所以要治怪病啊 我一定能治 拿着啊 我一定能治啊 我一定能治啊 我都不能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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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啊 这是什么呀 这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药丸 给你的将士福家 我老神保证药道病除 什么 药道病除 不是 是你耳朵有问题啊 还是我说的不明白啊 我说的是药道病除 那 那要是治不好呢 有是治不好 老神就死在你面前 好 来人 把得病的将士带过来 真可怜呐 improv祖 知道 driven facts 除 你就不信了 是啊 真可憐 真可憐 這 怎麼會這樣啊 哎呀 有什麼大驚小壞的 你讓他疼一疼 滾一滾 喊一喊 一會兒站起來 他就好了 什麼 啊 起來了起來了起來了 站起來了 你啊 人生 我都沒有騙你了嗎 這這這這真是奇藥啊 是啊 仙姑 請快隨本官去見侯爺吧 不必了 您還是趕快醫治您那些將士要緊的 對對對 那那請仙姑快跟本官來吧 我是叫你去醫治 並不是我隨你去醫治 明白嗎 給 拿著 這布袋裡啊 都是醫治這個怪病的藥丸 記住 一人一科保證 藥造病除 那下官帶稀奇的將士 感謝仙姑次藥 哎 可是 可是仙姑幫了我們這麼大的忙 又不隨本官去見侯爺 侯爺 侯爺要是知道的話 會怪罪本官的 哎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就不隨你去了 但是並沒有說我自己不去啊 哎呀 還是先去救你那些將士 我就去拜見侯爺啊 好 那本官叫將士給仙姑帶路 好好好 哎 對了 切記 將將士醫治好以後啊 千萬不可聲張 更不能讓敵營的人知道 為什麼 這是為何 因為 這是敵人師的邪術 我的兩個朋友啊 現在正在過這個 温皇陣 温皇陣 紅豹 你為什麼認為是江子牙在做法 不讓我們的軍隊靠近敵營呢 你覺得跟我們做對的 除了江子牙還有誰呢 那倒也是 他們本來就打算到西齊 來輔佐姬昌的 可是江子牙做夢都沒有想到 這溫皇陣 竟是我身攻暴敗下的 我倒要看看 江子牙有多厲害 只要我召喚出溫魔 量他也無力對抗 既然這樣 那我們趕快召喚出溫魔 把江子牙給除掉吧 且慢 等我找到江子牙的藏身之處 我再召喚溫魔 玉清啊 此爐中的這些粉末 就是溫皇陣的瘟疫之源 所以我們應該多加些人手 在這裡守著 免得 被有些人惡意傳播出去的話 那遭殃的 可就是我們自己的將士了 你放心好了 我早就交代重合虎了 嗯 那就好 既然如此的話 那我們就趕緊去前方敵營 查看一下道路 我倒要看看 江子牙在那裡使得什麼手段 弄得狂風打作 害我軍將是過不去 好 這 應該就在這裡吧 什麼人在這裡裝生弄鬼的 趕緊給我出來 什麼人在這裡裝生弄鬼的 什麼人在這裡裝生弄鬼的 是誰在這裡大呼小叫的呀 世上竟然有如此美麗的女子啊 哦 你到底是誰啊 我乃是在這裡清休的 蔡芸仙子 哦 蔡芸仙子 啊 在那裡 我乃是在這裡清修的 蔡芸仙子啊 在那裡清修的 蔡芸仙子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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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